拥有260多年历史的颐和园 为明天即将离开的橡皮大黄鸭举行立场告别派对 吸引了超过万余名的市民游客的参与 而一个多月的北京行期间 这只大黄鸭及其衍生品所带来的收入 或将超过两亿元 成龙站台林一轮献唱 万人亲眼见证这么大的声势 只为告别大黄鸭 这个非常好 每个小孩子看见大黄鸭大黄鸭 所以我一定要来参与一份 大黄鸭此次造访北京一个多月的时间内 先后亮相北京袁博园和颐和园 明天他将离开北京再次踏上他的环球之旅 喜欢因为他可爱 很难过 很难过 我为什么要走呢 不能到待会儿了 正是因为有大批拥躬 大黄鸭的北京行在吸引眼球的同时也大量吸金 在一个圆的这家大黄鸭的正版衍生品店 小黄鸭普通版99元 限量版299元 尽管价格不便宜 但从不愁卖 每天大概仅有个1000来支吧 好的不是 对对对 挺好 非常好 据主办方介绍 第一批上市的3万只小黄鸭在11期间就已售清 向厂家家订的2万只也将在这两天卖完 也就是说 仅橡皮小黄鸭这一类衍生品就卖出超过600万的价钱 加上一上架就销售一空的手机壳和马克杯 衍生品的售卖至少带来700万的进涨 此外 据主办方估计 仅以圆波园和颐鹤园为例 按照两所公园公布的入园人流量 在各自展示期间 包括门票 邮船 餐饮等相关收入 预计可达上亿元的水平 总收入或超过2亿元 北京台报道